讲作业呢,一个是为了分享给大家 就是大家都能看到 然后通过别人的作业也可以是一种学习方式 看到别人作业里面的存在的问题 然后避免掉自己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肩胸部 肩胸部的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 也是最首先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因为它体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形状和比例 这个是一再强调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样样来看 首先呢,这个模特的胳膊 还有另一侧胳膊 两个感觉不像是一个人的 就是比例上出了问题 这边的这个画的有点太细了 这个要统一起来啊 这边这个粗细还好 因为这个模特的它比较强壮 然后这一条线应该是照片里抄出来的 不要去抄 要用理解结构的方式去画 理解结构是什么呢 不是完全的按照照片看一笔 看一眼画一笔 通过理解 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结构 这个位置是什么结构 这个结构和其他结构之间的 相互的关系 谁遮挡着谁 谁压着谁 像这个位置 胸大机和尖三角机 融合在一起 然后一并绕到这个手臂圆柱的后边 这个关系有话清楚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胸腔的形状 它的胸腔稍微有一点往这边偏的动作 所以说呢下端点这边稍微的高一点点 就有这个一个偏转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胸腔的顶面 胸腔是一个软圆形 这个形状还好 我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最明显的问题 在这个尖三角机 这个手臂都抬起来了 抬起来这个手臂呢 使得尖三角机和胸大机受到了拉扯 并且往这个圆柱的另一侧绕 它应该是绕过去的 所以说下边缘这一条边应该被拉得比较直 然后胸大机这里呢也被拉扯起来 形成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这个胸腔基本上还好 这块呢不要画一条五线 给它有点转折 这里是正面 然后过了正面开始往后转 给它点转折 然后在这个位置 胸腔和体表是比较接近的 往下它的腰部呢从这里出来 这样才对 从这里就扩出来了 这多了一块结构 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 然后这边呢也是 尖三角机被拉过去了之后 它就变窄了 然后颈部注意 这个颈部呢 它是在往这边转的 往这边转的时候 它两侧的胸脏鲁突击是相对的 那么这边转到了靠前的位置 那么另一侧就要往后转 也就是说在这边看不到这么多 你这里画多了 这是要注意的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呢 脖子的透视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略微有点仰视的角度 那么脖子呢是看不到它的顶面的 它脖子的透视呢因为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圆柱 然后它的中线在这边移动到了边上 然后直接往里面走 因为它脖子在转 这是胸脏鲁突击 那手臂的话感觉有点小了 比例上 它是这样的 身子稍微的宽了一点 手臂的稍微的窄了一点 小了一点 然后它的肩胛骨没有这么大 这些肌肉都化了有点太过分了 部分的大 那就是比例上的问题 这边的刀还好 注意一下肩胛下角的位置 在整个胸腔高度大概偏中间的位置 如果画到这里的话就太大了 所以我就长时间熟了 没关系 它的肩胸上 感谢 的肩胸的变化 非常好 是